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值得我去尊重 好 因为这个伊朗拳王赛前不仅是挑衅刘策 而且还当着羞辱我们中国人啊 太瘦小 甚至要把刘策打到下腿喊地 所以说刘策不和对方碰拳呢 我觉得也很正常了 好 第一次开始 注意看蓝方选手黑色战袍 刘策 而红色拳套 红防选手便是卡丽米安本场比赛的冠军 好 注意看 对方的裤衩 对方的短裤上 哎呦 竟然把我们中国国旗啊 印到了屁股上 这是一种非常不尊敬 非常恶心的行为 我相信对方可能在乎会说呀 我是为了中医友好 我把这个国旗印到他的裤子上 但是你这个位置放的是不是太恶心了 他在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我们中国人的看不起 瞧不起 长方有着五公分的身高差距和八公分的臂展差距 刘策都是有优势 哎呦 什么情况 比赛开始一分零十秒 卡丽米安被击倒 你不是狂吗 你不是嚣张吗 赶紧啊 再来推赏我们 或者说谁给他一张照片啊 让他再撕一次 留错 连续的撑撑追击 注意看对方还是有点晕 还是晕的 有侧把卡丽米安压到龙边连续的大白圈 对方已经不行了 你打不着你就跟输吧 何必受这种皮肉之苦呢 好 这下的话应该是后座力给顶倒的啊 不算多秒 好 前白 都说刘策的腿法猛 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刘策 让你转 我让你转 什么拳坛龙远峰 今天刘策把你脑袋打出了坑 又来了 你看对方的这个转身兵拳啊 用的很多 漂亮 连续的两个前排 后执命中 好 再一次压到龙边 我们看卡丽米安 已经是摇 哎呦 一拳 这就是惹怒中国人的下场 哎 他既然站起来了 因为比赛时间啊 低回合马上结束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啊 如果刘策再寄到对方一次 哪怕官方啊 再给20秒 对方就倒了 好 看一下 双方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 好漂亮 这是一个前排 再看一遍 一拳打翻 再看第二次击倒 这是卡丽米安被压在龙边 如此左一拳右一拳打出节奏感了 哦 注意看刘策的表情啊 抛妹眼还在笑 这下我感觉卡丽米安应该是要危险了 哦 要小心了 这回个卡丽米安仿佛是有些兴奋 像是打了兴奋剑一样 透白 哦 这下晃了 已经是四脚着地 但是裁判会不会给到赌秒呢 没问题 这个赌秒完全没问题 但是很可惜啊 这个赌秒呢和上一回合没关系 如果算在上一个回合 那比赛已经结束了 好 对方的转身边拳没玩明白 这招龙卷风拳是对方的成名绝技 后直前摆 又有点晃 卡丽米安转身边拳又来了 让你转 我让你转 卡丽米安 哦 这下又被刘策抓住了机会 对方卡丽米安的成名绝体 转身边拳 在刘策的面前啊 就像是一曲春天的芭蕾 就像是一个娘们在跳舞 一个小女子在跳舞 不好意思 用词不当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四次击倒 本局第二回合的第25秒 什么情况 新厂的裁判和台下的厂裁 在商量着什么 可能是对刚刚刘策这一拳啊 表示有些质疑 应该是没问题啊 就是普通的一个击倒 如果比赛还不继续的话 这个卡丽米安恐怕要缓过来了 地方名刚刚已经是站不住 都快晕了 这对刘策来讲很不公平 好 看一下精彩回放 完全没问题啊 这一拳刘策 郑重靶心 我们也没有打到对方的后脑 也没有犯规 这为什么要暂停呢 这样一来对方卡丽米安啊 获得了巨大的一个休息时间啊 好 比赛继续 刚刚裁判也说了没问题 但此时卡丽米安已经是缓得差不多了啊 整个人已经是完全缓了过来 有侧要注意防守 节奏呢是稍微有些乱 肢体看起来也是有些僵硬了 第二回合最后的50秒 这下卡丽米安是完全清醒了 我们看他也不摇了 也不晃了 这对刘策来讲呢 是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没办法 我们是在日本作战 日本官方 日本的厂才 包庇对手呢 也是没办法 蛇鼠一窝 狼狈为心 哎呦 玩起花活了 转身边权 增加这个神龙白尾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的精彩回报 好 注意看刘策 还是一脸自信的表情 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 看一下刘策接下来的表现 希望第二回合的一些小事件 不要影响到刘策的表现 这一场比赛 如果刘策打赢了 他将名吹青石 成为中国首位双滚王 他也会超越他的师傅 也就是腰刀 魏瑞 这真是一种传承 越传越厉害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刘策 应该是故意没有踢腿 因为他 估计知道 对方会争取他的腿法 做一些个战术 那我干脆就不踢了 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不义 虽然说第二回会有些小不愉快 但是比分上我们现在是大比分 2比0.1000 这一回合 刘策无论怎么打 只要不被KO 我们今天是稳操胜券 稳赢 这场比赛 卡利尼安的成名绝技 一次都没有成功 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只要刘策稳住 那接下来 他将会成功拿下双冠王 哦漂亮 红白 我们看 世界冠军 伊朗拳王 卡利尼安 轰然倒地 本场比赛 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 被刘策KO的秘古运 这就是应该的 因为前面啊 他逃过了一截 这一次他逃不了了 那么恭喜刘策 这场比赛打赢 刘策将是标冰史册 名追轻时 成为了中国首位 世界双冠王 好再看一遍 哦这一拳卯足了劲 哦对方 这不行了 这晕了 这还不是说 被冲击打倒了 瞬间整个人 已经是失去意识了 太精彩了 那么恭喜刘策 也希望卡利尼安 一路走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